Let's go 勒 大家平安 我就是專門幫大家充電保險與法律知識的大寶 法王 哪裡 法王好久沒有來勸誓了 所以法王今天要來勸誓一下 今天法王想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父母幫未成年的兒童投保 那如果呢 未成年的兒童生故 父母可不可以領到保險金 那如果父母可以領到保險金的話 會不會父母就打小孩的主意 對小孩做出不利的行為 來乍領保險金呢 那如果說這個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那是不是太害人聽聞了 今天呢 法王就要來好好的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首先法王告訴各位一個 十多年前發生的不幸的事件 約莫在2007年的時候 有一個貨車司機叫老劉 注意是貨車司機老劉不是老司機 他呢跟同居的女友生下了一個女兒 之後呢這位同居的女友就離開了 老劉其實很有愛心 他認領了這個女兒 獨立的撫養這個女兒 但是呢 老劉因為欠了高利貸的關係 所以說他整天其實被高利貸追著跑 落入了無限的循環當中 終於呢被高利貸逼急了 他突然間感激就大 有一天他請女兒先寫下了一個紙條說 我跟同學出去玩 把這個紙條擺在了家裡 然後他就開著車載著女兒出去 車子行駛到大排水溝旁邊的時候 他就叫女兒跳下去 因為只要女兒跳下去被淹死了的話 那他的債務就解決了 女兒當然百分的不願意啊 覺得爸爸怎麼可以這麼殘忍的對我 這個時候老劉信一恆 竟然把女兒就用力的推到大排水溝裡面去 天無決任之路 女兒因為憑著強大的求生意志 她用手抓住了大排水溝旁邊的樹枝 因此存活了下來 後來呢老劉被抓了 雖然老劉一再的變稱說 他開車門只是想嚇嚇女兒 女兒呢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但是後來經過調查之後呢 終於老天有眼 天網揮揮疏而不漏 老劉呢也被以殺人未遂罪 判處了有期徒刑 最後也入肩服刑 那麼從這個不幸的事件裡面 我們要來探討說 父母如果幫兒童投保 到底父母可不可以領到保險金 那如果真的可以領到保險金的話 這樣子的法律的規定 是不是會創造父母故意殺害未成年子女的誘因呢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 到底父母可不可以幫子女投保 我們的保險法規定 你只要是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家屬 相互之間其實都可以投保的 例如先生可以幫太太投保 太太也可以幫先生投保 先生或太太任何一方也都可以幫未成年的子女來投保 你如果幫別人投保的話 只要得到對方的書面同意就可以了 所以先生幫太太投保的時候 得到太太書面的同意 反之也是一樣 那麼如果說先生或太太要幫未成年子女投保的時候 如果這個未成年子女還沒有滿七歲 其實他們是不用自己簽同意書的 爸爸和媽媽幫他們簽就可以了 如果這個小孩已經滿七歲了 那他必須要自己簽同意書 但是爸爸和媽媽兩邊都要在同意書上簽名 注意哦是兩邊 這個就是為了避免夫妻有任何一方 瞞著對方為未成年子女投保 最後呢再以傷害或殺害未成年子女的方式 來詐領保險金 但是這個時候你一定會問法王 這樣子的防範機制夠嗎 那小孩一定是爸爸媽媽叫他簽什麼就簽什麼 小孩怎麼可能不簽 所以說我們的保險法上面呢 還設立了第二重的防範機制 這個第二重的防範機制 其實就是保險金的明目的限制 還有保險金的金額的限制 那關於這個法律呢 其實改過很多遍 在2010年的2月1號之前 法律呢其實是限制說 如果說父母幫未成年子女投保 那未成年子女這個時候在未滿14歲的時候就已經死掉了 父母不能夠領死亡保險金 他只能夠領傷障費用的保險金 但是傷障費用的保險金的上限是200萬 國人一般平均的藏儀費用的支出 大概是在30萬到50萬的中間 這個內政部都有統計 所以說200萬跟30萬到50萬之間的一個差距 其實有100多萬 這個很可能就會變成 父母去殺害未成年子女的一個誘因 也就是因為法律有這樣子的漏洞 所以2010年2月1號之後呢 就修法了採取的非常嚴格的方式 也就是子女如果在15歲之前死亡的話 父母一毛錢都拿不到 父母只能夠拿回來他們所繳的保險費 可是到了2016年的時候呢 大家記得2016年發生什麼事情嗎 2016年發生了台南大地震 微貫金融大樓倒塌 那微貫金融大樓的住戶裡面 有很多其實是未滿15歲的未成年人 但這個時候 爸爸媽媽幫他們保險的時候呢 卻一毛錢的保障都拿不到 失去家人 失去家園 已經非常的淒慘 非常的痛苦 白髮人送黑髮人 又沒有辦法好好的安葬他們 這個是何等的悲劇啊 法律不外乎人情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立委就開始呼籲說 那麼可不可以在未成年人 他只要不是因為父母的人為的因素死亡 而他們死亡的原因呢 是因為天災或不可抗屁的死亡的時候呢 保險可以多少給付一點 於是呢 這個呼籲這個聲音 在2020年6月的時候 終於促成了保險法的另外一次的修正 保險法這次的修正呢 又把2010年之前的商障費用保險金呢 又調回來了 只是呢 商障費用保險金 雖然調整回來 但是他的金額已經沒有 2010年2月1號修法之前的 200萬那麼高了 我們現在的保險法規定說 商障費用保險金的上限是 遺產稅裡面的商障費用特別扣除額的一半 這個商障費用特別扣除額是 新台幣的123萬 那一半呢 就是615000元 所以現在 如果說未成年人是被保險人 他在15歲之前死亡的話 父母能夠領到的 也就是615000元為上限的商障費用保險金 好那我們回來看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案例 如果說今天老劉沒有被抓到 他的女兒也真的不信身故了 老劉可不可以領到保險金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那件事情是發生在2007年的時候 但是保險法修法禁止保險公司去理賠這個死亡保險金 是2010年的時候 所以說如果那個時候 女兒真的死了 老劉也沒有被抓到 可能老劉今天真的領到了 200萬元的商障費用保險金呢 哇那就恐怖了 所以還好真的是老天有眼 天管輝輝 輸而不漏 各位 如果說你要幫未成年子女 投保存教育費用的話 法王鼓勵你這一定要去做 因為這是你愛子女的一種表現 但是如果說你幫子女投保的目的 是圖謀不軌的話 謊真的奉勸你不要 為了六十幾萬元 來殺害了你的寶貝 不要忘了孩子是我們的傳家寶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不然一定是得不償失 而且可能會吃上殺人罪的官司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法律上面的各種疑難雜證 為保險消費者指引名錄 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按讚 轉發分享 並且幫我們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盡快的回覆你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